你知道女生为什么从来不联系你吗? 相信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困扰 明明自己追女生的时候表现得特别积极 对她一见掏心掏肺特别好 可是女生似乎很少给自己回应 甚至从来都不会主动联系自己 自己明明长得也不是差 穿着品位这些也都还可以 可女生就是不主动联系自己 更不会喜欢自己 其实自己有喜欢的人 也是没接触多久就不见踪影 那么你知道女生为什么从来不联系你吗? 小编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深奥的问题 一,你说错话了或者是做错事惹她不高兴了 女生的脾气很多时候就跟小孩一样 但她们开心心情好的时候 对待任何事物都会很宽容 对你也是一样会觉得你好 跟你玩也很开心 可她们却很容易生气 一不小心就会惹她生气 当女生情绪不好的时候 看什么都会觉得不顺眼 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来 对任何人都想躲得远远的 而对于那些情商不高 又不会讲话 做事毛手毛脚的男生来说 很可能惹了女生不高兴 还不知道 她们在女生眼里第一印象就是很差 女生自然不会主动联系你了 二,你不会聊天 聊不下去 不知道有多少男生 追一个女生 仅仅是始于她的言辞外表 但也仅仅忠于她的外表 很多男生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大多都是在尬聊 整个聊天现场透露着一副没话题 还要硬着头皮聊天的气氛 这种却让女生反感 甚至有些男生根本不会聊天 还很爱给女生泼冷水 简直就是直男矮晚期 女生怎么会去跟这种人主动聊天呢 三,找不到共同语言 我们常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大家总是会通过各种标签 和不同的兴趣爱好 来分成不一样的圈子 那些志同道合的人 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圈子 但总会有一些男生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明明和女生没有任何 共同语言和兴趣 还非得挤进女生那个圈子 碰到这样的男生 女生会主动找你 才是真的怪了 你要知道你们两个 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别洒乎乎的 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 正确的认识自己很重要 在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 一个正确的定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更好地去融入这个社会 才能更好地去交际 才能更好地找到 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